大家好,这里是穷者给予,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2021年8月24日,日本福岡地方法院作出判决 工藤会总裁野川雾因为教唆杀人、组织犯罪与袭击市民等罪名被判处死刑 消息轰动全日本,新闻更占据五家全国性报纸的社会版面 野川雾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后不但没有会议 还在法庭上对法官呛声 这是什么判决,根本不公平,你会后悔一辈子 日本黑道组织作恶多端,但对团体投号人物判处死刑还是史上头一招 说到日本黑道,最有名的就属山口组 而工藤会就是少数能与山口组正面对抗的组织 工藤会自成立以来,成员格外好战 多次袭击当地警局和无辜死民 甚至配有火箭炮等武器装备,可以说是恶名照章 不仅如此,工藤会还敢直接对警局或警察宿舍投资暴猎物 制造多起爆炸事件 还曾袭击中国驻福岗领事馆 以及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位于下关市的私人住宅 是全日本唯一特定危险指定暴力团 不过,相较于多数人选择混黑道都是为了讨生活 工藤会的野川雾不仅是富二代出身 父亲更是大地主,为何走上帮派之路呢? 最后还成为日本第一个背叛死刑的黑道老大 二战前,工藤会与北九州市的小昌地区发迹 四九州地区势力最大的黑道团体 前身工藤组是由工藤选址创立 原本只是不起眼的组织,主要开设赌场为生 后来赌场逐渐发展成为可以赌博 又可以放高利贷的组织 同时靠着收保护费,贩毒,敲诈勒索等方式赚钱 工藤会规模虽不如山口组 但自成立以来劣迹斑斑 工藤会成员各个好勇斗狠 吸引更多反社会的成员加入 多次为了抢地盘和山口组火瓶,山口组连年败北 更有重要头目被工藤会杀死 此后,工藤会逐渐壮大 并与道人会、凶本会等多个组织结成同盟 现年75岁的野川悟则是工藤会第四代组长兼总裁 有些人是为了生活所迫而加入黑帮 但野川悟不是 他来自福岗,在老家有房有地,算是富二代出身 早年他的父亲努力工作赚钱 卖下当地许多田地,成为有名的大地主 野川悟也曾说过,已经卖掉了工藤会总部附近 以前几乎全是他爸的地 后来,日本政府大兴经济建设,向地主征收土地 野川悟的父亲也借此赚了不少钱 野川悟是在富裕的家庭长大 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及三千宠爱在一生 但是,他在年轻时皆是街头少年 逃学,切到样样来 十几岁就进出赌场 中学时代乘偷车,多次被送进烧馆所 因为多数时间都在烧馆所度过 甚至没有参加毕业典礼 最后加入工藤会期下最大的分支田中组 田中组的头目,牧川青春认为 野川悟敢冲敢聘,又有点小聪明 因此对他特别照顾 擅长赌博的牧川青春也传授野川悟赌博技巧 如何试破赌局中的劳线 没多久,野川悟进入田中组的赌场工作 1980年,田中组会长田中圣太郎被杀 野川悟想借机上位 先是花重金收买人心,让成员支持他 接着又借机赶走其他候选人 一番操作后 1999年,野川悟顺利出任第四代会长 接下来,野川悟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不但开设多家赌场 还把自己家也改成私人赌场 专门接待不方便出入赌场的金融家 地产商,地方政客 在赌桌上建立自己的关系网 靠着经营赌场,野川悟累积大量财富 父母时候又继承了大笔徒遗产 2000年,工藤会第三代组长 勾下秀南将野川悟选为接班人 8年后,勾下秀南去世 野川悟出任工藤会第四代组长 工藤会的成员虽不多 但却拥有强盗武力 他们大量购买轻武器、火箭炮等 拥有最先进的火力 被日本和美国警方列为最凶残的黑道团体 2012年,警方曾破获工藤会地下军火库 起出了包括美制半自动手枪 以色列军队物质冲锋枪,甚至还有俄罗斯军队使用的手持式反战车飞弹 有了强大的武力当后盾,成员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店家只要敢去交保护费,就在附近投放大量的老鼠药 甚至在酒吧里投资带有碎片的美军手榴弹,行径犹如恐怖分子 工藤会也要求建设公司上交定金金额1-5%做保护费 否则就到工地捞场阻碍施工 除了砸店、淘宝户费之外,工藤会竟然也伤害一般市民 2003年8月,工藤会某成员因为私人恩怨把手榴弹丢进正在营业的夜总会 当场爆炸,造成12人伤亡 工藤会也多次袭击警局和法院 甚至曾对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私人住宅和竞选本部投资汽油弹 不止如此,工藤会还曾袭击在日华人 逼迫中国商人关门停业,枪击中国驻福岗总领事关等 这时候,工藤会的资金来源来自于商店街、餐饮店的保护费 贩卖毒品以及介入公共建设 借由这些资金,工藤会持续壮大 到了2014年,影响范围已经从福岗县扩大到长崎县、山口县 甚至还在千叶县设办公室 俨然从地方帮派变成日本全国性的黑道组织 其实日本政府很早意识到,不能再放任黑道为非作歹 日本警方也曾逮捕几名工藤会成员 但很难证明是由组织高层下达指令 最后都不了了之,暴力事件仍不断发生 直到2008年,工藤会因为收不到保护费 在丰田九州工厂内清水建设办公室重火及丢手榴弹 事件于颇荡样,丰田等大企业在当地的投资计划锁手 简洁影响到地方经济建设 加上当时,日本正打算筹备东京奥运 警方这才下定决心整治黑道问题 日本警方开始积极打击帮派 尤其工藤会苏大招风 2012年,首先被警方认定为特定危险指定暴力团 警方将工藤会多位成员列入整治黑名单 成员不能开设银行账户 不能用自己的名义租房 不能办理信用卡交易 帮派成员即使脱离工藤会 禁令在脱离后的五年内仍有效 之后,警方再从资金源头下手 严格取缔各种名目上工的保护费 当老百姓遇到收保护费,可以直接报警 一般企业也不敢和有黑帮组织背景的企业 个人做生意 2014年,日本警方发动毁灭作战 围剿工藤会 企图从领导层削弱帮派实力 9月11日,警方已涉嫌在1998年 杀害原北九州市余谢负责人委员国宏 逮捕野川雾以及十几个工藤会高层 警方召集近百名警力突袭野川雾豪宅 在门口与工藤会成员对视 最终,一辆银色汽车载着野川雾离开豪宅 押往警局 为了防止工藤会成员报复 警方又从各地调派3800名警力 成立调查总部 决心彻底的根除恶势力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也宣布 对野川雾和工藤会另外一名高层实施经济制裁 冻结美国财产 禁止美国人与之交易 至此,工藤会势力一蹶不振 2009年,工藤会总部正式解散 总部就指随后被企业买走 工藤会成员在1998年到2014年间 犯下四起重大刑案 包括枪杀当地渔业合作社负责人 以枪械或刀刃袭袭击前警官 护理师与牙医 导致当时人重伤等 野川雾虽然是工藤会最高层级的人 但很少在案件中陷阵 导致办案难度增加 扫黑行动最终进入到法庭工房 案件争点在于野川雾是否有知识犯案 检方主张野川雾是一连串案件的主谋 并求出死刑 野川雾方面则是否认知识犯案 主张无罪 法官认为 工藤会是有着严格上下同意的暴力团体 如果不是野川雾下决定 手下不可能制作主张犯下这些罪行 最终 福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定 野川雾虽未直接动手 却下令手下犯案 以检方要求判处死刑 另外 同样因此事件刑案被起诉的工藤会第二把交椅 65岁的田尚布美夫 则判处无期徒刑 在等待案件宣判的日子里 野川雾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错 他在预装受访时还说 我不是流氓 我只是想成为最高领导者 过去的日本暴力团体 重视帮派内部的长幼 上校关系 但随着大环境逐渐改变 帮派里的年轻成员 也不一定会遵循过去的规矩 野川雾被判处死刑 是否真的就能抑制黑道恶行 让所有黑道组织走向衰败 还有待时间观察 好了 这一期的穷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